大家好,欢迎观看中华佛运 有这样一个咒语,堪称所有佛教咒语的基础 代表了佛的三密和三身 是充满宇宙和生命的根本法音 它就是三字明咒 南徽锦先生曾经说 因为三字真言是象征着诸佛的功德 所以在安置佛像的时候 常常观想这三个字 在佛顶之上放光 就可以清静、谈场、结界 凡是有人受惊、不想睡觉 可以用它沐浴自己的身后 持诵此三字 必须通常念七次或者是七的倍数 比如说十四次、二十一次、四十九次等等 并且闭目观想中央的毗露哲那佛 和东方的金刚不动佛 和西方的无量寿佛等三世佛在顶上 然后斜碎就自然的退散了 根据瑜伽大教王经中所讲 翁字代表的是中央的大日如来 也就是说毗露哲那佛 阿字代表着西方无量寿佛 也就是阿弥陀佛 轰字代表着东方的阿出如来 也就是不动佛 翁字号称象征着朱陀罗尼的首字 象征着身的清静 阿字是一切范音的根本 号称所有种子字的之母 象征着雨的清静 而轰字号称朱陀罗尼之末字 象征着雨的清静 在藏密室中有极具威力的莲花生大师的心咒 翁阿哄班扎咕噜 杯马西地哄 前三个字翁阿哄就是这个真言 所以持诵有非常大的功德 有很多人问 说供养佛菩萨的供品 不知道有没有清静 害怕供品不干净 供佛不礼貌 问是不是有一方法 可以使得供品变得清静 其实是有清静咒的 但是只要念三字明咒 就可以把一切东西就变成清静了 这三个字就是翁阿哄 我们每一次拿到供品的时候 就先念一遍 当供品供上供桌时 也再念一遍 这样就代表东西已经清静过了 其实翁阿哄这三个字很好用 比如说有人要拿东西给你 有很多的弟子害怕 不知道东西是否干净 是不是做了酱头 或是故意弄一些不好的东西在上面 密教行者只要念翁阿哄 然后把它接过来 这个东西就已经代表了清静 但是你在念翁阿哄的时候 要在心里念 因为你接受别人东西的时候 出声念的话 让别人感觉到很奇怪 所以只要在心中念就可以了 这样接受人家的东西就无妨 因为在东南亚的国家 比如像印尼 马来西亚 新加坡 有很多人会做酱头 把不干净的东西放在食品里面 或者要放在赠送给你的东西里面 你不晓得 只要在接受东西的时候 念翁阿哄 就代表了东西已经清静了 接受无妨 假如说要把所接受的东西再供佛 最好的方法是在供品上 再撒一些盐米 用盐一点点 米一点点 先念翁阿哄的时候 再把盐米撒上去 这样就算有一些不好的东西附在上面 它马上就会离开 东西也变得清静 这样就有更加一层的保障了 因为撒盐米本身来讲 就是破鞋的这个意思 所以撒的时候再念翁阿哄 就代表清静即破鞋 就算附上去的东西也会离开 当我们去买古董的时候 古董店的古董 都曾经有过主人的 但是每一件古董在以前 有人供过 或者是有人喜欢 当主人死掉以后 有的时候 灵魂就会附在他喜欢的东西上面 跟着这个东西跑 当你到古董店的时候 不小心把这个古董买回来放在家里 从那天开始 你就开始做噩梦 一直就不停 但找不出原理因来 其实这是一种无形的东西 变成了一种有形的干扰 只是你自己不晓得 所以我们在买古董的时候 也要先念翁阿哄 再用一些盐和米撒净 假如说有什么东西附在上面 也会离开 比如说当我们去买一些 密教佛像的时候 假如说是新造的 就要把眼睛蒙起来 免得有一些灵性的东西 借着这个机会 附在这个上面 假如说旧的败过了 一定有灵附在上面 如果说是菩萨的灵 那还好 假如说是一些肮脏的东西的灵 在上面 就有点麻烦 因为不管你买什么东西 先念翁阿哄 再做盐米净撒就好了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诀 像我们贡佛的贡品 有些是人家用脏的手去捏造的 有些也是和不干净的东西接触的 有些食品比如像蛋糕 贡佛的时候就变得不干净 但是只要你念了翁阿哄 贡品就会变干净了 这只是一个要诀 假如你常念翁阿哄三个字 那么很多受污染就变干净了 有邪气就变正气了 很多不干净的灵就离开了 所以说密教行者平时在供东西 接受东西 或者请佛像时都可以念这个咒 代表了清净的意思 南怀锦先生在道家密宗和东方神秘学 这本书中更进一步的揭秘 他说东密和藏密念诵咒语的原始根据 都是从印度中古时期的这个梵文的发音来的 比如说翁阿哄这三个字 是梵文生母的总纲 因此只要用这三个字的发音组合成为一个咒语 便是普贤王如来的三字根本咒了 普贤王如来是意义的秘密 也有意义为普贤的 普贤就是普遍 而闲善的充满一切所有的处 无时无处不存在的意思 翁字也就是宇宙原始生命能量的根本音 它还有无穷无尽的功能 在人体而言 它是头顶内部的音声 和人们掩盖耳朵时 自己所要听到的心脏和血脉流动的声音 比较相近 所以凡是念这个翁字的 不发音的这个咒语 必须要懂得它发音疾控的妙用 最低的效果可以使头脑清醒 精神震发 如果是伤风感冒 联系不断的念此字 也可以使得头部发汗 得到不要而喻的效果 阿字是宇宙开辟 万有生命生发的根本音 它具有无量无际的功能 同时阿字是开口音 是世界上一切生命开始散发的音声 例如中国佛教净土宗的念诵阿弥陀佛 便是属于密宗阿部的开口音 也可以说它是莲花布的基本的生命 如果懂得莲用阿部音的妙用 你就可以打开身体内脏的脉结 同时可以清理脏腑之间的各种素极 就真的能了解合法修习 久而久之自然可以体会到 内脏气脉震动的效果 轰字是万有生命潜藏生发的根本音 也可以说轰字是形而上天部的音声 是物理世间地部的音声 也是人部的音声 是人与动物生命之间的开口音 在人体而言轰字是丹田的音声 如果懂得以轰这个布音来面诵 就可以振开脉结 启发永心的生机 最低的限度也可以达到健康长寿的效果 例如东密藏密所共同传颂的观世音菩萨的六次大明咒 on mani bimi hon 它便概括了on字和hon字的咒音 至于其中的mani bimi四个字的音呢 都是阿不音变化的妙用 所以说呀 世间出世间的规则呢 都是破 利 失 如果你们仔细分析呢 这个就发现呢 世间的万事万物都逃不过这三个字 都逃不过呢 这个规则 这个道理 第一步呢 就是破 念on的时候啊 先首先的观想你 周围不好的磁场 全部散开 同时观想你旧的思想观念 不良的习惯 坏毛病和业力呢 也全部散开 从你的体内释放出去 消散在虚空中 这也就是通过一种意识观想 把体内不好的黑色能量和物质释放出去 这是破 第二步呢 是利 念阿的时候啊 观想所有美好的事物 从遥远的天边呢 向我们包围过来了 好的能量 白色的物质呢 就包围着我们 把我们的全都灌满 就像很多人不远千里万里跑来 请我们给他摸头灌顶 为他们呢 祝福祈福 在给人家摸头祈福的时候呢 念咒语 就是采用了这种观想的方式 观想他身体里面不好的磁场出去了 好的东西呢 通过我们的手赋予了他 充满了他的全身 第三步呢 就是诗 念轰的时候呢 观想你身上的能量 一下子就散开了 分享给你周围 天下所有的众生 你不仅呢 从头上放光 整个身体都放光 能量从你全身扩散出去 只要在你周围 和你一起打坐的人呢 全都让他们受益 这可是最大的法布施啊 再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